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短讯班呢 我们是分级阅读 我觉得现在家长和英语教师都是把阅读作为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对待 那么在我们各个校区当中 我们在环境上也给予了阅读一个很大的支持 就是我们会在每个校区都会有专门的阅读区 供家长和孩子阅读 好 现阶段我们乐天在做的是呢 我们是将书籍按主题分类 当老师在教授某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将这些书籍提供给学生 学生从阅读当中获取信息 老师呢 是在阅读后作为一个check 老师会布置各种各样的homework 比如有实验类型的 有思维导图类型的 各种各样的让孩子去体验的 包括口语输出类的作业 我觉得作为培训学校要推广阅读 有几点是要注意的 第一点呢 是推广阅读之前 拼读要先行 要让所有的孩子先接触拼读 学会拼读 再推广阅读 第二点呢 是理念 家长的理念 老师的理念 包括培训学校校长的理念 对拼读的认可 有了这些理念才会有后续的行动 第三点 当然是有大量的书籍 我们是国内外各种出版社的书籍 全部都是采购过来的 提供给老师 提供给学生 最后一点呢 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全体老师 要有良好的阅读习惯 只有我们老师拥有的这些习惯和能力 才能影响每个学员